那下面这首歌呢 叫姥姥的房子 可以说是 我们专辑中 少有的有人 有人话的 应该就是有人说话的这样的歌吧 Mass有人说话 我们这个十平方米 制作猛男在里面 有非常多的演出 那么姥姥的房子这首歌呢 我和我妈妈 在intro就开头的地方 有那么一段对话 这首歌主要讲什么呢 讲的就是 我们在异国他乡学习的时候 对家乡 对亲人的思念嘛 那么 把情绪 把这种思念的情绪 寄托在一件事物上 那么姥姥的房子 它又是儿时的回忆 又是 可能记忆最深处的 那样的东西 所以刚好用它来命名 属于 非常非常走心的一首歌吧 希望大家喜欢 也希望我们不会翻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